平川说冷静天天聊门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来自于昨天TPL的联赛 有120大战令神 本场对抗各位是火星撞地球 非常精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M 出生在地图右下角 蓝色的兽族IDL1N令神 以前的世界第一兽族 长得帅游戏打得好 娶得老婆还很漂亮 果然人生赢家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 红色的亡灵 IDORANGE 其实是我们国内顶尖的亡灵选手 120 120来自于天津 天津人讲话是非常的有趣 他们的话是特别的嗝 嗝嗝就是幽默的意思 平川读了四年大学 在天津读的 所以跟天津人聊天非常有趣 尤其是跟同学室友聊天 感觉天津跟过得高粮天 非常的逗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开局 120选择的选择的是DK 死亡骑士的一个手法 然后令神选择的是剑圣 剑圣在这样地图的话 很有概率搞一套神传 不过这一集他开局 并没有去练六级石头人 如果兵营放在这 开局的话可以考虑 卡一个六级石头人 开局一个魁旋 那就直接起飞了 这一集令神打的还是比较的保守 好 趁英雄 出来之前平川解释一下 为什么脚崴 今天上网评程发了一个动态 之所以最近视频更新不是特别积极 主要是脚崴了 有些观众就说了 你脚崴了跟更新视频有什么关系 更新视频又不用脚 这个就得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脚崴 主要呢 无疑回了一趟老家 老家干州 然后没事呢 去干州逛一逛 不小心把脚崴了 没办法 干州高大上 在那个万象城 高大上 结果灯光太刺眼 一不小心 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一个什么阶梯 直接踩空了 脚崴了 崴了之后 我以为没事 被杭州检查了一下 居然有一点 有一点骨折 一点点 所以打了一个石膏 大概是要一个月了 没错 这一个月平穿 哪也不能浪了 只能安安心心 更新视频了 反正更新视频也不用脚 用嘴就行了 好 我们看一下开局 双方的话 练的点呢 有点不一样 120练得倒是 非常的奔放 直接是练分框 开局打了一个血牌 麦TP练击 剑胜呢 又开始打保留了 开局目前的话 一个暗影斗篷 暂时没有打到理想的装备 趁对方练机的过程中 我们再讲一讲 这次愉快的杭州之行 杭州确实有很多故事 但这一次并不是说 被人堵窗口了 有些观众是特别的动 平川你是不是去找学姐 被学姐丈夫堵窗口了 没有没有 堵窗口的话 不摔死吧 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去杭州 稍微的绿游了一下 毕竟人家说杭州 是称为小黄州啊 我感觉 江西省的话 杭州的城市建设 做的还是可以的 绿化也不错 好 我们看一下装备怎么样 相信有很多观众 也是在杭州那边 有机会 到时候平川 去杭州的时候 稚起 提前跟你们 预约一下 有空面积 吃吃饭 蛮有意思的 哎 剑胜 继续去追一下DK DK这一本的话 DK这边有个血排 剑胜呢 完了完了 一不小心 剑胜搞了两个敏捷加三 这相当于一个魁穴了 好 再也不要细聊了 赶紧解说游戏 是吧 一不小心剑胜 两个敏捷加三 相当于一个魁穴 那从这里来看 这个剑胜 这一局的装备 不会太差 DK 找机会 看看能不能消耗一下 剑胜的状态 目前剑胜的话 身上有个药膏 蓝不是特别的多 哎 副楼直接想送掉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120两条小狗 不太敢回家 主要是剑胜 堵家门口了 令神这一局的话 由于前期 剑胜搞了两个敏捷加三 的鞋 打得还是比较奔放 一直在压王林的练级 这里再抢了一个绿皮 那这个点要不要练呢 6级 6级石头人被勾出去了 好 可以 还是要练啊 你练的话 120这里呢 好像两条小狗 终于得回家和大哥相遇了 DK到了3 三级DK之后 有机会限制一下 这个剑胜了 剑胜这里打了一个 什么好的装备 力量加三 再加上一个大蓝 大蓝的话 把这个点练完 要高一天吗 哎呦 直接加速吃掉 大蓝拿到 赶紧跑赶紧跑 DK 哎呀 大级还是跑了 撒一下粉 剑胜跑了 DK还是来晚了 一丢丢 如果来早一点的话 杀个大计啊 问题不大 好 我们看一下科技情况 目前的话 120 二本升好了 这一波 受作二本升好 是直接跳三本 发了一个小Y 那是三本 三英雄的一个答法 好 120把队本赶跑之后 赶紧把这些点 一个一个给收割一下 那剑胜呢 看一下 现在是二级多的剑胜 差一丢丢到三级了 这里分兵 操作非常厉害啊 小Y带着一波 剑胜带着一波 都是可以练级的 练完这个脸 剑胜到三 小Y的话 差不多也是到二 看一下120 咋整呢 120目前的话 家里部队 二法小Y 这里的话 嘿也是打保留啊 打了一个一人面罩 哎 运气还是不错哦 小Y 家门口这个点练完 打了一个指环加三 那剑胜呢 这边剑胜好一个 攻速手套 攻速手套的话 刚好把药膏贴完 哎 有格子多了 好的 攻速手套到手 目前剑胜的话 31敏捷三级 也还行 EK 现在的话 有个一人面罩 再加上自己的一个DK光环 这个状态恢复的还是比较快 巫妖出来了 身上的话 哎 有点 有点保守啊 既然买了个血瓶 好 开局没有回程 买个血瓶 少保保命 接下来的话 练一下这个六级的一个森林巨魔度军啊 刚才打了一个一人面罩 这里能打一个啥 好 怕剑胜来抢 巫妖直接挪瓦一下 换又一个一人面罩 哇 两个一人面罩 另外一边 剑胜的话 这里打了一个回二戒指 回二戒指 到时看看要不要给小歪啊 双一人面罩 好 一石匕首 补个状态 这不要卖一个 没有卖 到时给巫妖一个吧 买了个小无敌 剑胜抓了过来 嗯 小狗的状态 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 这里大部队想过来 但是你亡灵不练的话 他就不太好过来了 好 亡灵 趁对方走开之后 自己继续慢慢练 兽足的话 三本生好 英神标准的三本啊 家里补一根剑桃 补剑桃的话 哎 这一局他没有去生这个城防 没有生水泥啊 好 卢妖这里练完之后 也是到了二级啊 一k的话在哪里 一家的话给对方买一个府球了 给自己兄弟买个府球 这里看一下出了科多 这也是猎神目前非常标准的一套作业啊 三本出科多 家里呢 出一个城防塔 主要是防一下亡灵三本一波流 建成一看 果然对方还是如月而至 不过呢 怎么dk不在 dk说要买一个三英雄 买了个小黑 这里见面的话 把对方一个盒子给砍掉 NC 先生能不能扛得住 这里乌妖的话 冰甲套起来 哎 想杀英雄了啊 狂狗再继续往前冲 目前来看的话 一个41人口 另外一个也是41人口啊 双方人口差不多 然后你这一波啊 先把对方外卫的一个商店给裁了 这边城防 刚好升好 可以的 这个节奏很完美 拖到了城防升好 那王力再想一波很难了 一波拿不下 这里王力可能要转回去 发育练级了啊 剑圣找机会 看看地方有没有开矿 或者是中间结结兵 暂时没有 来了来了 这里立压 刚才大怪的话 已经自己练完了 小怪再出了一下 狗子在步步状态 44人口 对方45人口 dk现在终于是升到了 4级 4级之后 有没有升个吃呢 没有升吃 好 回城还是买了一下 打到大后期 回城还是要有 否则一波团战没打赢 可能会全军覆没 另外一边的话 小歪 练到了三级 哇 奎靴 来了啊 这开局 如果健身认这个点的话 多爽 是吧 奎靴到手 后面的话也不迟 健身 当时还是可以拿到这个奎靴啊 好 10现在在 闷头发育 哎哎 阴甲 套起来 这边 两个盒子了 无状态 健身一直在这里转战水 身上的话 有一个大雪 这个大雪会浇吗 来了一个沉默 不让你开击封部 击封部没有用 健身呢 赶紧跑 跑得还是快啊 另外一边的话 老牛也是走出集团了 现在受阻双线练节 小Y到三级 基本上毕业了啊 接下来就看老牛能不能到三 老牛到三 有二级的彩地板 说实话 二级彩地板还是非常的强 DK打了个法盾不服 40秒 可以抵挡一次 对英雄的施法的简易效果啊 来来来 乌妖的话 现在快到三级了 三级乌妖 二级弄啊 这个战斗的人就比较凶了 这里DK能不能搞一个什么好装备 好 智力加六 有乌妖吗 有乌妖吧 多放几番弄啊 或者是多放几个兵甲 有兵甲在啊 能限制一下这个神传剑胜 好 剑胜跟自己的小弟们会合了 这里奎靴 这两个敏剑加三 相当于又一个奎靴啊 两奎靴 那这里六级石头 能不能再掉一个奎靴 那就直接飞起来了啊 打了个风暴尸角也好 整体部队的护甲 得到一定的提升 一个 这里现在练小黑了呗 给小黑到三 其他大哥的话 一个四一个三 就等你到三了 三级之后 有个二级的一个 二级的一个 库若剑 库若剑打这个猎头比较好啊 这里也会转猎头 好 现在一个47人 一个50人口 120的话 尝试去进攻一下 不过对方这个防守 建筑学做的很到位啊 老牛二级了 刚才还打了一个 卡德加的生命宝石 这一级不仅是剑圣啊 其他英雄这装备都非常的不错 来了 还是要强冲 趁你不在家 强冲一波 受阻这个建筑学非常讲究啊 哇 尖刺障碍再生好 这狂狗 这个建筑不能挠啊 再挠的话 雪都掉光了 受阻 双保险 这个 建筑学好 该生的攻防升好 然后还交了个回程 令神这一级打得非常非常的仔细认真 建筑现在的话是多少敏捷啊 42敏捷 老牛即将到3了 这里还有一个加9的公转啊 到时候可以给建筑哦 建筑身上有一个大雪 随时保命 那120现在50人口 令神的话已经直接飙到55人口了 令神看来是想打团战了啊 哎 这里主动进攻啊 刚才对方打你家 是吧 现在这个气不过 我得打一下他家 地图上的点 刚才已经被令神收割的差不多了 这一波来了 哎 中间结个兵 不错 追逐 建筑的话 三下五出二 直接干掉 那现在双方又要大打出手了啊 小黑的话已经到了三级 三级之后的小黑 有个二级库尔剑 一级沉默 两个颗多 哎 能不能把这两个颗多给留下来 颗多跑的稍微有点慢 乌妖的话 看能不能挪瓦能不能砸出来 好 双方部队拉好 一个57 一个55人口 毁灭 飘起来 双方卡一个不错的位置 上来NC 先杀对方猎头 哎 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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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叫了一个无敌 老牛再踩一脚 那这一次乌妖 好 又一发C 抬回来 这一波的话 令神开团打得非常非常的凶 小黑一身血 大雪直接给他吃掉 吃完之后 接下来狂狗再挠一下对方的一个猎头 双方操作拉满 好 这边开始转女妖了 女妖限制一下这个剑圣 否则这个剑圣的话疯狂暴击 这里又干掉一个狼琴 人口5548 哎 目前120的人口稍微理先一丢丢 另外一边看一下 要是开局令神疯狂的秒英雄 没有秒成功 接下来女妖疯狂的给剑圣上miss 哎呀 剑圣这个输出 有点打折扣 好 老牛再踩一脚 狂狗的话 赶紧把对方的猎头给处理一下 现在看一下120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啊 尤其是三个英雄没什么懒 另外一边的话 狂狗还在继续追发这边的猎头 小歪也没懒了 剑圣在哪 剑圣在后面跟过来 想切一下这边的盒子 盒子的话冰甲套起来 这里又一个猎头倒下 剑圣207的一个跳屁 又来一个miss 又miss 哦呦 神狂miss啊 女妖确实是剑圣的克星 这里骷髅是越打越多啊 二级的一个骷髅 战斗能力说实话是非常的凶 剑圣上来 哎 又想砍DK DK身上有个血瓶 这边科多倒下 蜘蛛又来了 又一个盒子剁掉 连续两个跳兵 一个192 一个186 这边团战打得非常的惨烈啊 一个39 一个50人口 目前来看还是120的团战 打得比较舒服一点 主要还是女妖 大大的限制了这个剑圣的一个输出 然后依靠这边的二级骷髅剑 骷髅是越打越多 DK现在的状态好 还可以还可以 有机会买个无敌 这边令神 哎呀 且战且退啊 没有占到很多便宜 主要是前期秒英雄 没有秒成功 好 往后撤一下 现在说剑圣团战 打得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但是呢 它的框开了出来啊 我双框打单框 这种打下去就比较爽了 这是110看看 有没有意识到对方开了框 过来看一看 点收一收 小黑现在乌妖一个无敌 DK一个无敌 就是小黑稍微有点尴尬 身上啥也没有 小黑 这源源不断的产生骷髅 无敌 这DK还是顶照过小黑 直接无敌递给了小黑 自己的话 只是带一个血瓶了 好 令神从后面抓了过来 主要是防止对方 去自己的分框看 哎 女妖被截住了 女妖被截 老牛 这二级踩地板踩得非常的不错 几乎把对方80%的部队给踩晕了 现在赶紧把对方的一个猎头给打掉 猎头打掉 站起库楼 先生呢 疯狂砍蜘蛛 哎 DK走位小心一点 现在这个剑圣的输出确实有点给力啊 疯狂跳屁 蜘蛛又来了一个 前面的话 小狗已经换完了 现在他就转蜘蛛 继续砍你的盒子 我冰甲套起来 哎 看能不能秒剑圣 剑圣发现 事情不太对 赶紧撤 巫妖的话 无敌交出来 这一波团战打完 双方的无敌 又交的差不多了啊 又一个狼起干掉 骷髅又站起来 剑圣在后面 小疯狂的砍掉 这边一个毁灭 剑圣见面NC 哇 一丝血游走 这一局 令神剑圣的操作也是拉满了啊 这一波打完 看一下47 44 双方人口差不了多少 这里赶紧把磕头给干掉 磕头里面 有我的货呀 赶紧处理掉 吃个骷髅 来来来 剑圣干掉 蜘蛛吐出来 又一个狼起倒下 这一波团战 我看见 又是120给打赢了啊 又是120给打赢了 打完之后 现在的问题是 120缺个盒子 有没有盒子啊 赶紧来盒子啊 没有盒子 后面这个状态不太好补 骷髅 趁现在骷髅还在 赶紧对对方看一眼 哇 果然有个分框 赶紧拆 那你拆的话 令神要救了 令神现在等级是443 亡灵 543 目前亡灵英雄等级 还是有点小优势 好 这里有点拆不动啊 有一根水泥塔 有一个水泥地洞 这一波 小心一点 兽子的话 直接包抄牛后面了 BK的话 幸好有回程 两个女妖 没什么战斗能力 但是呢 走位要小心一点 限制一下剑圣 跑拉了一拉了 一波小狗过来 哎 这个盒子被对方截住了 冰甲能不能套起来 哇 没有来得及 直接被剑圣给跳臂 给砍掉 剑圣现在是在疯狂的 截你的兵 又一个女妖过来 剑圣在截兵 然后其他的部队 得干扰你拆我的分框 雷神 这边双线操作 做得非常的不错 老牛找机会进行开团 踩一脚 又踩了对方三个英雄 剑圣继续截对方的一个女妖 一刀 哎 再来一刀 好砍掉 出了一个密子 这里的话 部队四散而开 不要被对方的老牛 再一过断了 一发C毁灭台起来 剑圣继续战 看对方的一个女妖 又出了一个miss 183的一个调皮了 哦 现在的蜘蛛扛不住啊 剑圣几乎一两刀就一个 把乌妖诺瓦砸出来了 先把小黑也时升到了四级 把对方部队赶跑之后 那120还是要找机会拆一下 对方的这个分框 贺泽的话 自己单框打双框压力有点大 我们看一下 主框现在只有一千多块钱了啊 分框至关重要 把乌妖一个人站罗 把对方大部队给打开来 现在50打50 收阻的人口差不多就补了回来 剑圣空了 剑圣空了一个无底 他找机会切了 一刀乌妖语 老牛踩出来了 DK又被踩晕 现在老牛是剑圣五级了 剑圣五级 我们看一下跳P 能不能开始 哎 往新高去爆了啊 剑圣砍一下 这个盒子 哎呀 又被砍掉了 喝多倒下 现在还是47 大战48 收阻的人口 哎 无瑶一色血 乌雨又 以发自己抬回来 现在 收阻的人口 由于经济优势 凸显出来了啊 人口已经开始要领先了 现在的话 蜘蛛四散而开 盒子过来了 赶紧过来补一下 剑圣又盯上了 喝 我就等你啊 盒子 又来了 又一个盒子过来 这一次补了两个盒子过来 这边 冰甲的话 没有来得及去套 现在120疯狂处理 对方的一个磕多 剑圣又来了 哇 336的一个调皮了 剑圣又创新高 看有没有更高的 340 哎 又多了啊 340 看有没有更高的 完了完了 五级剑圣 这个调皮是直线上升 现在不仅仅是单位啊 普通单位扛不住 连英雄也扛不住了 在第一时间交无敌 DKDK 冰甲炮起来 撑上一个血瓶 要交回程吧 要交完回程 这个分框就处理不掉了 好 一个蜘蛛又被砍掉 哎 这个蜘蛛又被打掉 完了 现在仅剩三个光杆司令 看能不能秒个英雄 现在剑圣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你剑圣 你敢出来吗 现在往里 完全就过三英雄RPG了 剑圣赶紧补状态 不好状态的话 可以再找机会 砍一下对方的英雄 好 拼完这一波 120通过三英雄 又站住了 但是令人这里有双框在手 部队马上就要补好了 剑圣继续去控无底 剑圣 没有走远 又杀了个回马枪 身上有个血瓶 见面先砍女妖 女妖砍掉之后 剑圣输出环境就非常不错 砍完女妖砍盒子 272一个跳P 刚才最高是340 现在是272 又一个256 完了完了 这其他的单位 这个剑圣疯狂砍 扛不住 DK一发C 能不能把剑圣给带走 剑圣 哇 十几滴血 几滴血 竟然被他给跑了 这一剑令神的剑圣操作非常极限 120 几乎把家里的全家老小都拉过来 狂狗也拉了过来 没办法 DK没有状态了 赶紧交回城 哇 这一波团战 拼得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惨烈啊 DK这一波 看一下5级 对方剑圣5.3级 全场输出的话 剑圣打了1万8 无妖的话也是打了1万6啊 但是剑圣感觉光爽心比较猛一点 老牛很硬 小歪的话有无敌 有机会看看能不能秒个小歪 剑圣的话小秒特别难啊 立神对剑圣的操作非常细 好 120果然是全家老小拉出来冲一步了 这里分框的话 已经踩了将近快3000块钱了啊 来了 再一次冲一下令神的分框 剑圣是 闹地图走了一大半圈 哎 发现好像对方没有框 很开心 没有框就好 先拆补给 补给拆完 再拆这个地洞 哇好难拆啊 我刚升好了尖字杖啊 有个反弹伤害 还有水泥 老牛想找机会一起开团 这里走位小心一点 这一波的话 DK是没有回程了 剑圣过来 上来直接砍巫妖 踩脚晕一下 DK没有C啊 没有C 巫妖岛下 整体部队的输出 大打直扣 现在女妖岛下 好120打出机器 恭喜令神 最近令神的装备非常不错 剑圣的操作也很细啊 又一个336挑兵 好 恭喜令神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